今集Kiss Notes的嘉賓 繼續是朱古力品鑑師Christy 朱古力姐姐在這裡跟我們說朱古力 你好… 歡迎大家 當然,都是一群小朋友 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歡迎各位小朋友 你好… 我記得上次吃的朱古力 真的很美味 但各位小朋友 你們知道究竟朱古力 是用甚麼製作出來的嗎 有小朋友知道嗎 可以舉牌,你很快 可可豆 可可豆 牛奶… 有些咖啡因在裡面 有些咖啡因 是不是呢 其實最主要的成分 一定是可可豆 這個就是在可可果裡面 有很多果實 我們做了很多工序之後 就成為我們需要用的可可豆 剛才小朋友說到可能有牛奶 就是在我們製作牛奶朱古力的時候 加入一些優質奶原的奶粉的時候 就會用到 至於咖啡因很多時候都是一種誤會 在朱古力裡面其實是可可鹼 它也是屬於同一個家族 不過它不是叫咖啡因 是嗎 所以… 沒錯 其實朱古力裡面沒有咖啡因 我會這樣說 不可以叫咖啡因 那個叫可可鹼 叫可可鹼 對 原來就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可可果是怎樣種出來的呢 可可果的種植地方就是在赤道上二十度下二十度 這些亞熱帶氣候比較潮濕的地方就適合種植可可果 那香港算不算是適合種植可可果呢 香港我們自己也很有趣 我自己和一些同業都有做過實驗 我們自己在香港是可以種到可可果的 是可以種到可可果的 可以種到的 沒錯 我看到現在的照片 可可果的樣子 沒錯 它們是否有分別呢 其實它是一個圓果 大家看到有棗紅色的外表 然後切開大家看到白色裡面 就是一些可可果肉 本身是水果 你會看到它在外面就像我們平時吃山竹一樣 比較薄的果肉,裡面的核很大 經歷了發酵、製作、烘焙之後 就會變成中間連綿衣的可可豆 到最後就會成為去了衣 我們真的需要用來做原材料的可可豆 所以要經過很多步驟 才可以提煉可可豆的成品 沒錯 我知道你是一位朱古力品鑑士 其實可否說一下 朱古力品鑑士的職責是要做什麼的 品鑑士的職責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要在 一些朱古力大賽裡面擔任評審 或者一些產品的顧問 當然也要負責裡面某些研發的部分 因為口味和面向一些消費者的群族 我們都會比較了解 當然就像今天一樣 做一些教導和推廣的工作 大賽?朱古力大賽是… 可否簡單說一下是什麼 可以,其實比較大一點的 有兩個一個叫做 ICA International Chocolate Awards 我也是其中的評審 另外一個叫Academy of Chocolate AOC 這兩個都是業界比較大一點的 朱古力珍品大獎賽裡面的表表姐 對 就是人們會做一些很特別的朱古力館 然後讓你們評鑑一下 沒錯,按照不同的項目 讓他們自己去發揮他們的創意 在那個項目裡面 很想知道 為什麼你當初會想成為一位 朱古力品鑑師呢? 其實當初是想找一些 自己喜歡做的事去學 我首先學了咖啡 我學了一下 裡面有一些風味評鑑的課堂 有一位恩師提到 其實有朱古力品鑑課程 我當時開始去發掘這個課程 到底有什麼可以讀 到最後一個級別 都決定親身自己飛去秘魯上這個課 好 那有沒有小朋友 對於朱古力品鑑師有什麼問題呢? 你一天吃過最多有多少粒朱古力? 是嗎? 一天吃過最多 一定是在一些大賽的評審當中 很記得當年在亞太區的評審 當時一年四天 每一天吃了三百款 即是四天吃了千二款 嘩 那吃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好像電視節目一樣 吃一口 然後喝一口水 然後再吃? 那個程序是否有甚麼 除了水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 是玉米的副產品 叫做Polenta 可以拿來清清味蕾 但中間其實也沒什麼時間休息 因為很緊密 你想想一天可能只有八個小時 我們也要平一千多款 當然大家分享 但一天三百款 其實這件事也很累 那你不用吃剩餐了嗎? 也要吃的… 否則就更累了 那有否小朋友有其他問題想問呢? 你有沒有想問甚麼? 你吃過最特別的朱古力 是甚麼朱古力? 最特別的在我印象中 是泰國出產的 用他們自己的泰國可可豆 泰國人生產青咖哩白朱古力 青咖哩白朱古力 即是它又有牛奶味? 它裡面也有優質的奶粉 而且它加了很多 他們泰國當地的很好的香草和香料 去提連他們那種好 這麼優質的白朱古力 聽完你這樣說 我現在也很想試試這款朱古力 好了 我現在就想考考考小朋友 你們猜猜 要成為一位朱古力品鑑師 究竟要學些甚麼呢? 需要學些甚麼呢? 用我的小朋友 怎樣分辨朱古力的味道 是呀 要學怎樣分辨朱古力 即是要訓練自己的味蕾 還有沒有 學怎樣評朱古力的好和壞 是的 那個詞彙都要很豐富 我只說朱古力味、朱古力味 還有沒有要學些甚麼呢? 很快 來吧 朱古力要用甚麼材料製作出來 當然,因為都要分清楚一些標準 即是怎樣為真正的 黑朱古力、牛奶朱古力、白朱古力 我們經常強調甚麼是真的朱古力 剛才除了那麼多位小朋友的答案之外 即是一些標準、風味評鑑的方向 或是怎樣分真假朱古力之外 當然我們都要去到源頭當地 例如當年我去秘魯 參觀很多不同的農場 看過他們培植的一些很特別的研究所 不同的品種 當然要嘗試,不停嘗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算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也要去嘗試 我想知道要用多少時間 才可以成為一位品顏師呢? 其實是時間 因為當然每個課程都有長短 按照自己的能力 看看可否一級一級升上去 直至最後的三級畢業 那朱古力姐姐,我想問一下 假設小朋友對朱古力真的很有興趣 你會建議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怎樣開始了解或學習 去分辨這些朱古力呢? 當然我們有很多朱古力品顏師 都做不同的推廣和教育課堂 當然可以多點參與 現在也多了很多學校 都很願意投入資源 去告訴大家 到底可可是一回什麼事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當然也有賴家長 自己也多學一些 然後向大家自己的子女教育多一點 好… 有沒有小朋友有問題 想問朱古力姐姐? 好,那地仔 來,有咪哩 朱古力要不要放進冰箱補存? 這個問題實在問得太好了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吃完 或者吃不完朱古力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拿回一塊烟 然後就塞進冰箱裏 是的 有沒有發覺呢? 拿出來的時候 發現它的表面是白茵茵的 對,好像發霧的感覺 對,不過我想說清楚 這個不是叫發霧 這個在中文我們叫雙白化的現象 因為裡面的油脂 經歷過一些溫差的時候浮了上面 瓶了在這裡 就會變成白茵茵的一個叫雙白化的效果 其實影響外觀的 就不影響味道的 所以一般我們都是建議放在陰涼處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我真的放了在冰箱裏 我想吃的時候 要不要拿出來攤一攤 再吃會不會更加好 最好,先攤一攤回溫 然後才享用一片朱古力就會更好 完全明白了 我真的想不到一粒小小的朱古力 原來背後有這麼多學問 還有這麼多故事 所以小朋友說你們下次吃朱古力 都要記得要很細心地品嘗一下它們 知道嗎? 知道… 今天很感謝朱古力姐姐帶給我們這麼多有趣的 關於朱古力的故事 我們下次的Kiss Notes再見 今天的訪問很有趣 我學到這些新的知識 jest 現在翻哥 就會以那個規定 rape ibo 主 diy 感谢观看